哈喽大家好我是RT 又到我们每月一次的篮球动画远货时间 今天又要让我这个行走江湖的篮球饶师机 来帮大家鉴定鉴定 这个五月有哪些值得一看的篮球秘书攻略本 那么作品名称我会依序放在留言区里 想找攻略本的各位就各评本事了 那么我们就废话不多说 马上进入正题 如果觉得这类影片还不错的话 欢迎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 当然也可以加入会员 每个月赞助RT多喝两杯饮料 不补闹 先加入会员太麻烦的话 也可以直接点击超级感谢斗内给我呦 首先就是中国最强的篮球动画迷情 居然他差的都能出到第三集 我真的是惊了个呆 甚至还因为经费的关系 分成了两部贩售 看来这部真的是做一个身体健康 抛砖引玉的概念啊 而他的故事是在说 有那么个妹子隆岳 想要对一些上流的垃圾进行复仇 殊不知这个第三集 故事马上来到了隆岳一年前的前砖故事 讲述他跟站在顶点的高级学姐 也在学校的邂逅 而那个嘴型跟声音对不上的惨不忍睹配音 果然还是本作经典中的经典 不如来我们体操部 运动运动如何 你隆岳现在的形象 绝对会大使回应的 而他的故事演出也是各种支离破碎 不得不说 那个配音真的是百年难得一见的 能让同一个人物讲出来的每句话 都像不同人似的 也是武学奇才 于是后来站在顶点的学姐 居然还会被28个男人给甩了 你确定你真的有站在顶点 这眼下的程度是真的有顶点的水准没错 不过这都是为了让女主出击的套路 势力咱们的女主对学姐情有独钟 而这个学姐也是女主想要报仇的主因 虽然本作的作画相当不乱配音与音效 也是烂到一个可怜的地步 但是不得不说 学姐的人物设计还是蛮优秀的 再来就是量产型联合大公国 妞露制作的周末的医院 咱们妞露一堆系列作的坑头还没填完 又再度开了一个系列作 这么不愧是咱们的量产型大公国的医院 而这个故事实在说有那么个护理师群 说人的脸几乎都长得差不多 毕竟是咱们量产型大公国的作品嘛 其中有一个金法天使 因为担心医院里的病人 被小小只被打伤而经脉爆裂而亡 所以每天晚上都会自告奋勇地 利用内力运行乾坤大挪移 偷偷地帮病人们疗伤 所以医生才会泡来问他们 奇怪了 我这个薪水小偷明明什么都没做 病人的状况怎么越来越好了呢 你们有什么头绪吗 护理师们当然是 我他擦了怎么会知道 后来金法妹子这个偷偷疗伤的情境 还是被其他护理师给撞见 害得其中一位护理师气得 马上回家跟老师学习如何帮人治病的绝技 哎死的这老师就是天天被金法妹子疗伤的那位 剧情普普通通没什么看头 剪辑又是各种闪现式跳跃 再加上人造人类的各式连弹 战斗场面也是普普通通 除了女主角们的战斗力稍微有一点东西以外 这一集是没什么看头 那又是量产型大公国是天王之一的 魔人制作的天堂之梯第二集 上一集是三月的时候发布了出品 从一款还不错的游戏改编而来 简单来说就是主角要在迷宫里各种跟怪物厮杀的故事 那么跟怪物厮杀会发生什么事 大家都知道了 这一集的故事是这样的 主角跟情报物历经了上次的劫难后 在城镇里采购物质 那么采购完物质之后 就跟所有游戏一样 去找NPC开始接任务 那么接任务要先干嘛呢 自然是听NPC讲个故事 而这次的任务就是500年前 有个人发现了传说中的天堂之梯 却不幸的全家死光光 就这样 主角跟情报物穿越到百年前 找到了传说中的天堂之梯 那么在图中会发生什么事 大家都知道了 传说中藤边最多的植物怪 就是本次的大魔头 像这类藤边非常多的怪物 会使出些什么技能 各位老师妻们也都辽若直上 自然是像妙娃种植使出藤边 那样将主角们给痛边了一顿 有趣的是 这次居然连情报物都有戏份 我上次才说 如果他们能原创情报物的战斗场面 那就比游戏要多了原创新要素 看来制作主还是有点有脑袋的对吧 不过那个制作品质 还是一如既往的量产啊 再来还是量产新大光 我始天王魔人制作的 梦遇之国的爱丽丝 又是一部游戏改编动画 这年头果然还是找现有的题材 来改编最快 而从标题就能知道 这是一部以爱丽丝梦游先进 作为基底的故事 而这次爱丽丝要找的是她的姐姐 开场就在一个密室之中的爱丽丝 这样的游戏要怎么玩呢 看看这个三角形等于1 星星等于4 如此浅显易懂的暗号 就是一部最简单的 一直点画面上的东西 就可以各种解开谜题的 密室逃脱游戏 那么都说是以爱丽丝为基底的改编 自然那些水啊什么的是合不得地 喝了之后脑袋会有什么毛病 就不用我多说了 就这样主角毛病发完后 马上就找到了打开房门的钥匙 如此学灵前的谜题 连路边三岁的小孩都能解开 随后爱丽丝就莫名其妙的 被一颗花给吃了 吃了这是一部以猎奇为噱头的游戏 但是那个恶心程度 还是完全比不上之前的 哪个修女 而且这里也没有将她给演出来 就这样爱丽丝像阿妮一样被挂掉后 马上就像完全没发生过 似的活了过来 于是爱丽丝在这个密室之中 不断地有事没事就发病一下 不断地有事没事就被杀一下 在如此的循环下 结束了这回合 这游戏应该是还能玩的那种 但是像这类游戏被改编成动画 就会变得跟这部作品一样 什么都很怪 什么都很莫名其妙 再来是业界原作广告王 QB制作的无法拒绝的母亲 后片 顾名思义就是有那么会妈妈 就像金凯瑞演的Yes Man一样 不管什么要求都无法拒绝 就在她碰到了儿子的同学之后 便掉入了万劫不复的 Yes Woman诅咒之中 只能每天不断地跟同学复盘 今天在篮球场上 有哪些运球的动作做得不够确实 有哪些丧然的角度 挑得不够完美 有哪些投篮的力道 抓得不够精确 因此这位同学长大后 就成了NBA的助力球员 年薪八百兆 琢实的一个励志故事 不得不说这位妈妈的设计与战斗力 在原作里至少比福利杀了53万还要强大 但是在QB闭着眼睛都能化的制作品质之下 自然是完全失去了看头 去看原作就对了 再来是粉红凤梨制作万众瞩目的 炸血病动第八卷后篇 故事讲述 咱们可怜的主角 历经前面的江南七怪之后 终于撑到最后 迎来了最终大魔王 魅超风 是的 就是整栋兵院里嘴峰的那个 而这一集的开始 魅超风就去找来了 之前的江南七怪之一 要他好好的请主角狗喝水 是不是主角都知道 那个水很难喝了 还非常乖的张开嘴巴去接 看到这里 我也是满脸问号 啊你都那么乖的去接了 就乖乖的闭嘴好好喝水 硬要嘴个几句 说这水很难喝 然后再被江南七怪修理 你的脑袋也都是 装大便就对了 是不是就当我这么想的时候 才发现 我错了 原来这是主角的吉祥法 这样他才能得到 好好的跟江南七怪 切磋武艺的机会啊 看来主角才是真正的 激化通 而这场武艺切磋下来 根本就不是在 欺负主角了好吗 这在他们业界 根本就是一种奖励 不过后面这位粉毛的配音 才是最令我震惊的 你们到底去哪里找一个这么不达的来配 我也是佩服的五体投涕 后来已经气疯了魅超风 总算亲自下场好好的欺负这位不听话的男主 不过我怎么看都像是在奖励他 就这样魅超风的部分 总算是搞了一个段落 就在我以为已经结束的时候 居然还有下一位更疯的存在 我只能期待下一步了 本作战斗场面还算堪用 喜欢被人欺负的各位有福了 再来还是粉红凤梨制作了实况直播第二集 顾名思义就是有位妹子直播主 上一集在粉丝线下聚会的时候 被一位心怀不轨的男粉丝带到篮球场去 应是要教他打篮球 害得他是想拒绝都没办法的流了一身汗 这就是青春无价 而这集则是直播主在路上碰到了另一位疯狂粉丝 就当粉丝跟直播主述说的心里话的时候 一位警察上前盘问他是不是心怀不轨 而就在这个时候 直播主居然被打动了内心 一个剑步便带走了粉丝 你踏踏的直接跟警察说 你们是好朋友不就好了吗 到底是在跑个毛线 是不是直播主在上次的篮球事件后 就中了看到篮球 就会疯狂的想要打篮球的诅咒 过正是师父引进门 修行看个人 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大家又知道了 在理事界这样以篮球为国民运动的地方 谁处都能看到篮球 也是很正常的事 就这样两人在天桥底下 不分昼夜里打了300万回合的篮球 那个分镜与战斗场面不得不说 出乎我的意料的还不错 咱们的太多秀态 终算又再次归位了 最后就是传说中兔子走路制作的 女士官洗脑催眠 又一部从游戏改编的动画 而且在咱们理事切里 只要跟催眠扯上关系的作品 都是好作品 而这部作品还结合了机器人的元素 当然只有前面几秒而已 而且开一场的超自然震动 可说是就像你亲自驾驶机器人般的 神力其境 而咱们的男主角 则是在无意间 发现了传说中 训练舱专用的垂眠城市 本来看起来完全不起眼的训练装置 在咱们主角的发扬光大下 会发生什么事 大家又又知道了 男主在训练舱里帮队友 把等级全部训练到满级 直接满到溢出来的那种 之后维护世界和平全都靠他们了 殊不知这个透过漏洞训练队友的一举 后来还是被舰长给发现 结果咱们男主 阿龙上位 已经将催眠装置给缩小实体化 做成了传说中的粉色光线 便可以让大家不用再依赖定点的装置 走到哪里都可以不断的提升等级 终于不用我独自升级 而是大家一起升级了 最后舰长还是认为阿龙转漏洞的行为很贝得 便决意将他给逮捕归案 却惨遭已经被吹眠的其他队友袭击 就这样整艘舰队都成为阿龙上位的舰队 从此再也没有人可以阻止他 让全世界都满级的计划 不过这次是陈美作为监督 那个画风相信已经显而易见 无法的人还是无法 我个人是还蛮喜欢的 不过看得出来的是 陈美在这次的画风上 已经有相当程度的收敛与接近援助 再加上不错用的战斗场面 女主们都是福丽莎等级的战斗力 以及不快的催眠题材 还算不错的一部作品 那么今天的验货推荐就到这边 如果觉得这个影片不错 又或者对你有帮助的话 欢迎加入会员 或者超级感谢支持一倍哦 我是阿T 我要成为催眠大师 我们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